这是一家给你一千万你都不敢来的医院 因为一旦有人来到这里 医生们就会把他们抓住 当作培育繁殖后代的工具 年仅十岁的大壮被医生检查出 即将临棚后 他被医生们安排了住院等待生产 然而在这家医院里 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很多同龄的小男孩也被关在了这里 并且在他们的肚子上都被注射过黄色液体 看了视频一定记得点赞加关注 那个人的运气一定会很好的 此时的大壮也感觉到了这里的不对劲 连夜偷偷地跑回了家 可等到他回到家透过门缝看去 他当场就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只见翠花的背后竟然长得大大小小的稀盘 正当大壮疑惑不解之时 翠花一个转头就发现了他 次日大壮再次地被翠花送进医院 医生再一次拿出十米长的针头 把不明液体注射到他的体内 但就当他返回病房后 他发现之前的几个小男孩竟然不见了 他急忙询问旁边的病友怎么回事 病友说他们被推进手术室后就没有再出来过 很显然他们已经被医生们处理掉了 第二天翠花赶到医院探望大壮 可大壮却不吃不喝 像是知道了某些事情一样 随后翠花一把抢过大壮的画册翻看里面的东西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就这样大壮被医生们再次地推进了手术室 打上了一针不知道什么东西便昏睡了过去